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了 邱嫣 最近我看你老是心事重重的 没什么 我只是有点担心呢 听说那个玉兰堂 现在在九江腥风作浪 已然成了广州一霸 说句不好听的 邱嫣 当初啊 你要是听我的 不那么相信那个小茶壶 那高云飞早就死了一百回了 你看现在的高云飞 在广州场面做得那么大 他小茶壶也是立下汉马功劳的 不过 你也不要太担心 好在你还有叔叔在嘛 叔叔 其实我一直挺后悔的 我当初就该听您的劝 起码应该让您早一些 比高云飞早一些 去建立一支商团 不知道现在建立这个商团 还来得及吗 恕我直言 我们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时机啊 他高云飞去九江 不费一兵一卒就击退滇军 就连陈孝和现在都得让他三分 我们如果还想成立商团的话 这不是不仁后尘 十人崖会吗 我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呢 我想把这个青云迁到南洋去 这个未必不是一种选择呀 不过我们也得慎重地考虑一下 毕竟我们现在在广州 铺开这么大的场面 这不是说不要就不要的 这也不是一件轻易能丢下的事情啊 行了 叔叔 到时候你就安排吧 哎呀 高老板 等了很久吧 早上一定空着肚子没吃东西 哎 小茶虎 去莲香楼给我订桌早茶 我和陈老板 边吃边聊 好 我去 请 请 你知道吗 许参议的作用是立竿见影啊 许可证三天之内就可以下来 但是我担心这只是一个开头 这购买和静观方面涉及到方方面面啊 不是一纸空文就可以解决得了的 其实这件事情我也考虑过 但是我们有了这一纸批文 我就可以让于兰心去找迈克 无非大家就是谈一下怎么分赃的问题 可是 这样一来的话 你能保证陈炯明不插手吗 这件事情你就交给我办 好 高老板对付于小姐 真是游刃有余啊 陈老板误会了 其实这只是利益所在 大家各自都有私心 我只是觉得现在应该不择手段的 让这批武器顺利的到达我们手里 配备到商团之中 到那个时候 我高某某就敢说明天在广州城 也许就是我们商团的天下 好 那我就告辞了 请 早茶准备好了 怎么走了 他当然有比喝早茶更重要的事情要办 什么事情 陈老板来当然是商团的事了 这个你也问得太多了吧 是 我问错了 也没有 其实我也是为了我大哥的事情 我大哥现在认为他的高价 那地位还不如你呢 都是一个娘胎里出来的 我现在把商团的事情都交给他打理 也算是给爹一个交代 你忙滇军那边留下来的生意 你给我盯好了 不过你别忘了啊 紫云说他头疼病又犯了 你得给我请个好医生 以后这儿的事情都交给你了 放心 爹 爹 你怎么来了 我们私自训练商团的事 你有没有向邱燕透露过 没有啊 没有 她已经知道了 那她有没有说过什么 她很聪明 没有直接跟我挑明 但是她跟我说了 回南洋的打算 那这样我们岂不是前功尽弃了 是啊 靖妃啊 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 我不管你采用什么样的方式 你一定要想办法逼着邱燕 答应嫁给你 否则我们苦心经营几年的事业 就会因为她一时的冲动 而毁于一旦 更何况 我们私底下和高云飞的合作 要是她知道了 那后果你是可想而知的 爹 你就别再逼我了 好了 你要是连这点事都做不到 以后就别来接我 爹 我 爹 好 等呀 统医生 我姐究竟怎么样了 她又得什么病了 恰恰相反 以现在的检查状况来看 没有发现什么病变的迹象 会不会她之前吸毒 然后戒毒 落下的病根 不会 我很佩服太太的毅力 身体这么差 戒毒还这么顺利 而且脚上的伤也好得非常快 童医生说得没错 我真的好了 建峰 你带安安先出去一下 我跟童医生有话要讲 好 安安 我们出去吧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把我给你的东西 给谁了 太太 你得别开玩笑了 从你向安安那打听 我跟高云飞的隐私 我就知道你是有来历的 你老实说吧 要不然 我去跟高云飞说 太太 请您 千万别这么做 为了我 也为了您自己 那好 那你就赶快告诉我 你到底是谁的人 高云海 吴月白 还是罗大小姐 我的判断果然没错 太太清醒得很 你少废话 快告诉我答案 吴月白 那么我的东西给了她之后 她怎么到现在还没有行动呢 我只是受她之托 拿点小钱 至于她行不行动 我并不知道 不过 你的丈夫和她的哥哥 他们倒是私底下都有来往 小姐 高太太来了 高太太 罗小姐 您怎么会来找我 来 吴月白 她不在吧 怎么 您要找她啊 不是 这是我想跟你说的话 要确定她不在的情况下 才可以讲 您说 这是什么 这是高云飞 所有非法交易的地点和方式 总之一切一切的机密 我要你尽快出手铲除她们 但是 不能让吴月白知道 为什么 实话告诉你 在数天前 我就拿了一份相同的钞件 给吴月白 但是她毫无动静 你呢 却对此事一无所知 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肯定应该是 这些什么 我说 不许可 我说 你不许可 我说 我说 你不许可 我什么 你不许可 我许可 一言难尽 我只能告诉你 高云飞 是你我共同的敌人 可是我还是不明白 你为什么过来找我 而不直接去找军政府呢 为了避免一个人受刺牵连 你应该 不会伤害的 谁 向剑锋 他 你为什么要帮他 我是他的亲姐姐 我的本名叫江紫云 他的本名叫江洪剑 江紫云 江洪剑 难道你们是蓝水 没错 你父亲的大哥 蓝水瓷装掌门江月 就是我们的生父 这两天交易很顺利 在您的处理下 现金回笼既安全又顺利 我看这五十万块大洋 基本有着陆啊 好了 你去吧 好的 向老板 清云自装当家的罗小姐 死活要见你 来势很凶 要不要打发他走 不用 让他到慧客间来找我 是 你是不是江伯伯的儿子 是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你为什么还要帮着高云飞 做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谁告诉你的 是不是我姐姐 对 好吧 我告诉你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不要问那么多 和你无关 你懂吗 小茶壶 你是不是有什么计划 你可以告诉我 咱们两个可以一起联手去复仇 我凭什么告诉你啊 这是我的事情 我跟你说 我这跟你无关 懂不懂 小茶壶 你别瞒我了 我知道 当你知道自己身世的时候 一定想过去报仇 到底是什么阻止了你 是不是吴月白 有什么行径 让你担心了 你告诉我 我可以帮你的 好吧 既然你想知道这么多倍什么 那我就告诉你 我心里的真实想法 我之前为什么靠近你 是因为你家有财有势 我能从你的身上得到很多钱 除此之外 你对我没有任何的价值 懂不懂 你在骗我对吗 你在跟我开玩笑 你在跟我开玩笑 我为什么要骗你 你觉得我是在开玩笑吗 我想告诉你 现在我小茶壶什么都有了 你家的那些产业对我来说 我根本看不上 我不稀罕 所以你已经失去了对我的价值了 所以你已经失去了对我的价值了 我什么都不想要 无耻 我离开玩笑 你让我再玩笑 你开玩笑 危机 你被我当心的 我来玩笑 你把他们做到一个价值了 你把这些家产业度 你这样 也要自己的家产业度 这个高云飞见证目无王法 难道真的以为我们管不了她吗 好了 秋叶 别再哭了 好吗 看来啊 你是越来越在意小茶壶了 我才不能 我巴不得她现在马上死掉 呗 呗 呗 丹妮姐 我准备要回南洋了 我要把她彻底忘掉 秋叶 上次我跟你说的吴月白的事 你觉得有可能吗 我现在实在是不愿意去想这些事 吴叔叔他对我恩重如山 锦妃哥哥 他从小就把我当妹妹来照顾 我也希望吴月白现在只是权益之计 要不然我找时间去劝劝他吧 沈小姐 你约我到这儿来有什么急事吗 怎么 你我之间现在已经没有了聊天的兴致了吗 这真是乌鲜 沈小姐 你约我使我深感荣幸啊 岳白兄是越来越会说话了 但是却不敢说真话 沈小姐 我吴某人在你面前 可是从来没有说过假话的 真的吗 好 既然来了 沈小姐 我请你跳个舞吧 岳白兄 你会跳舞 怎么 我在海外生活那么多年 有时候在场面上应酬 多少也得学会一点西洋舞蹈啊 请 你喝太多了 早点回家吧 家里还有个美女等着你呢 家里 家里那个我不喜欢 可我喜欢的 我又得不到 看来岳白兄真的是个五场高手啊 客气了 沈小姐 我倒觉得奇怪 你也留过洋舞 而且听说你的令尊 在海外还是一个很有声望的商人 你怎么会不会吸扬我们呢 我穿得有点头晕了 不如我们坐下来说吧 好 请 岳白兄想知道我父亲的故事吗 如果沈小姐方便说的话 我当然愿意增进对沈小姐的了解了 我今天就跟岳白兄聊聊我的心里话 说说我对我的父亲和母亲的重新认识 不知道岳白兄有没有耐心听 但说无妨嘛 吴某愿闻其详啊 我一说要聊心里话 你又变得闻粥粥了 没有没有 请说 其实我父亲是当年的革命党 派往上海的地下代表 负责情报和联络工作 为了掩护身份 他在藏身于白鹅圈子 所谓大隐隐于世 这么说来 沈小姐还是革命使家呢 但是我的母亲 受不了这种心惊胆战的生活 因此精神压抑 很快就离开了我的父亲 独自回了老家 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 就常听我母亲埋怨 说我父亲放着好好的家也不守 非要干什么政治和革命 最后 由于叛徒的出埋 我父亲应勇就义了 这真太可惜了 岳白兄 我跟你说这些 其实并不是要感叹 我自己有多可怜 而是我在缅怀我的父亲 岳白兄 如果换作是你的话 你会这样做吗 我没有碰到过 我也没想过 当然沈小姐 我也没有你父亲这么伟大 不过 我今天倒是真的了解了 沈小姐的使命感 为什么会这么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目标 和追求的方向 但有一天 我们需要总结的时候 总是会这样认为 为了攻心付出的人 是伟大的 为了一己私欲 而不顾大势大飞的人 那是可耻的 你觉得我说得对吗 是 说得非常对 岳白兄 跟我在一起 你觉得不安吗 没有啊 真的没有 相反 我很敬佩你 我敬佩你有敏锐的判断力 我敬佩你有高瞻原主的眼光 我也是敬佩 岳白兄的才华和智慧 才会跟你说这些心里话的 希望你不要觉得我唐突 我当然不会觉得唐突 说句心里话 我认识沈小姐 真是三生有幸啊 人的智慧和才华固然重要 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为人的正直和仗义 否则难免聪明犯被聪明误 有时候弃伤从政是一条危险的路 我想我的父亲就是一个正面的例子 虽死有容 岳白兄 你是掌握青云命运的人 我希望 你不要走高于飞和我三叔的老路 是 沈小姐 你说得很对 来 我敬你一杯 你们男人哪 还会怕得不到 软的不行就来硬的呗 反正啊 你们就没点本事 你说什么 对了 岳白兄 我今天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什么好消息 有个人啊 要遭殃了 那个人就是高云飞 怎么 他构结地方武装 走私银园 烟土 还有军火 并且与军政府回敌 被人举报了 马上就要抄了 放开 所以我才要提醒岳白兄 不要走高云飞的老路 沈小姐 你放心吧 我绝不会的 小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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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了啊 小心了啊 晚了 谁都走不了了 这怎么回事 已经戒严了 这可怎么办呢 叫什么叫 我孩子还能让我呢 冷静 站住 干什么 把证件拿出来 你哪部分的 我军校的 稍等 稍等片刻 自己人 这是 快走快走 已经戒严了 谢谢啊 谢谢啊 快快快快 快 快点 等一会儿 快点 等会儿 等会儿 快走 快走 等会儿 等会儿 快点 快点 快走快 快走 快 走这边 快点 蹲下 快蹲下 蹲下 怎么了 快 这里是高云飞重要的现金兑换处 一直用来走私姻园的 现在也被封掉了 看来高云飞今天晚上睡不着了 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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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全完了 那些黄埔的学生是冲你来的 阿弟爷 你赶快躲躲吧 不然他们 他们马上就要找到这个地方来了 大哥 别着急 坐下谈 哎呀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能坐得下呢你 大哥 你想过没有 我们现在往哪里逃 逃 逃到什么地方去 我现在所有的钱所有的东西全都给他们扣押了 我还指望这些钱去买军火呢 你现在应该好好想一想 谁泄露了这些消息 哎呀 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 你赶快去躲躲 或者去找那个姓陈的 可能他能想办法让你免于被抓 大哥 你说的没错 现在这个时候我当然要保全自己了 但是找陈孝和的决定是一个下策 难道你不知道吗 陈孝和现在就是元帅府的眼中钉肉中刺 我们现在去找他就是自投罗王 这件事情我已经想好了 我们兄弟还能没去处 我想好了一个去处 这么晚了还在招待客人呢 这是在等客人 这不是来了吗 难道我要来于小姐还知道 正好看到你那个赌场被抄了 所以我想你多半会来找我吧 那我来你就不害怕吗 我有什么好害怕的 我想明天下午之前 你就可以大摇大摆地从这走出去 我保证你一点事都没有 只不过你的钱 所以说 我一定会查出来是谁在背后把我给出卖了 我给小茶壶的那份名单 他交到你手上了吗 名单 算了算了 什么都等到天亮再说吧 来 我们先喝杯酒 为你压压惊 等这回我的枪支到岸以后 我绝对不会放过那个姓孙的 先别说得这么早 万一回头有变数呢 还能有什么变数啊 都知道你今天晚上出了事 要买这么大批枪支 钱呢 这正好是我来找你的原因 我一一没钱 二没事 找我有什么用啊 能在半夜里把我保出来的女人还能没势力吗 再说了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你那个舅舅是落毛的凤凤 真的要过时了 不过他给你的那些黄金倒是很有用 挖矿的 我还在乎我手上的这点黄金吗 原水解不了尽可吗 你脑子还挺清楚的嘛 可是我脑子也不笨呢 我凭什么冒着被冬江追查的风险 来帮你啊 我可以给你一个最高最高的提成 你们男人呢 一旦有几个臭钱 女人就觉得好像能摆平一切 好像女人都是犯贱的 你说吧 你要给我开什么条件 好像这儿有点冷啊 我们进去慢慢喝 我都给你喝 Aula Aula 嗯 我看你是喝多了 我叫人去给你醒醒酒 我要你 你疯了 吴景飞 我疯了 我是疯了 如果我不要你 那就便宜了那个小茶壶 你给我闭嘴 我看你是真的喝多了 我没喝多 我清醒得很 我要你 我现在就要你 走开 出去 给我出去 我出去 马上给我出去 我要你 你走开 阿宝 我要你 你 阿宝 阿宝 啊 我爹要逼我 你也要逼我 你们统统要逼我 为什么 你走吧 阿宝 快带他出去 走吧 阿宝 阿宝 你要记住 阿宝 你要提防五岳办案 阿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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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实话实说 我私下失训练了一支精壮的团队 之所以不想走漏了风声 是怕人言可畏 不想让高家知道 不然我们的计划就前功尽弃了 话说到这个份上 也算是说明白了 你也算是说 求焰 求焰 高家现在如此强大 如果我们不武装自己的话 我们何以报仇呢 再说你了 我吴某人对你们罗家 一直是忠心耿耿 忍辱负重 可你求焰 你何时为我们父子做过考虑呢 求焰 我原想你和靖妃是从小青梅竹马 原可以结为连礼大 不要再说了 没想到 这小丫头的翅膀是长硬了 我 畜生畜生 滚 大少爷 这么早大驾光临 为什么 我想问你高音飞去哪了 昨晚来了三批人 都问同样的问题 我看你还是继续保持好奇心吧 他会不会去于小姐那儿了 不知道 不关心 谢谢啊 如果叔叔能为我爹 报上这个血海深仇 我愿意把青云瓷庄 全部都送给叔叔 穷业 为你爹复仇 本应是我择无庞贷之事 我也日思夜想处心积虑啊 我也想拿高家两兄弟的血 来祭奠罗爷 穷业 回南洋这件事情 你是不是在考虑考虑啊 我意已决 本来报仇的事情 就应该由我一个人来承担 可是我现在真的是身心疲惫了 广州城的状况 又令我心灰意冷 我实在是无力为爹报这个仇了 爹 我要带你回去了 老爷 我和小姐一起回南洋 我和小姐一起回南洋 怎么样 睡得还好吗 我早说过 只要你睡上一觉就没事了 不过你的钱和货 就当作交了军政府的特别税 好啊 你就这么走了 我走不了 我还要给你兑现金呢 想要我的钱就别走了 你给不了我一生一世 也得给我一个朝朝暮暮吧 你想让我当你的小白脸 我怎么会让你做我的小白脸呢 我知道你放不下你的老婆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我让你放弃你的老婆 作为我们合作的唯一条件 你会答应吗 不答应 不答应 让我一辈子就跟你这么一个男人 我还没这个耐心呢 这是最后一批货了 不错的 但是不知道你现在还有没有这个兴趣了 这倒是留作纪念吧 有兴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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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阅 转发 抢� dom 转发 抢瘢 小姐 船要开了 这封信是小茶壶 他让我交给你的 把这信扔了吧 以后在我面前 不要再提这个人了 ... 山坡 ...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